在街机游戏店中,两个来自不同游戏的角色,拉尔夫和洛洛,他们是对关系密切的死党 白天他们在各自的游戏中上班,但等到街机店打样,他们就会顺着电线穿梭到不同的游戏中玩耍 这一天,拉尔夫在洛洛的赛车游戏中垂出了一条全新的赛道,洛洛满心欢喜,还夺走了顾客的操控权 方向盘根本不受人控制,洛洛是玩爽了,但顾客却把方向盘给搬坏了,就连店长都修不好 店长想买个新的方向盘,可网上搜出来的价格,比这游戏机赚的钱还要多 店长只好选择关停洛洛的游戏机,一时间游戏中的所有角色奔涌在终端打拼 否则没有逃出来,就会面临死亡,为了修好洛洛的游戏机 拉尔夫带着对方来到互联网,找到了正在拍卖的方向盘 可两个游戏角色,对钱哪有概念,两人跟玩似的,一下子就把竞拍价提到了2万块 看着没钱结账的两人,客服表示24小时内不付款 订单就要取消,没有办法,两人只好满大街找活干 这时一个弹窗连接角色找了过来,只要偷走游戏中的这辆跑车就能拿到4万奖金 但想偷走跑车不是建议是,那里又以闪解为首的摩托帮角色重重看守 不过两人也有歪点子,拉尔夫负责吸引注意,洛洛则潜入偷车 闪解几人发现车被偷,立马驱车追赶,一趟飙车下来 洛洛还是被截停,闪解得知两人的故事后,表示跑车不能给虚拟角色 但如果拍智障短视频发到网上,只要播放量够高,那收入也就上去了 拉尔夫一听,立马动身拍短视频 这里是最大的视频网站,而拉尔夫这条10分钟前刚上传的视频 就已经拿下2000万的播放量,瞬间成了名网红 为了赚更多的钱,他趁热打铁拍了更多的智障短视频 毕竟不管是人还是虚拟角色,只要够智障总会有人看得 而洛洛也在拿着拉尔夫的弹窗链接,吸引更多人的点击 结果却引来暴风兵的抓捕 洛洛一阵狂奔躲到了小房间 谁知这里居然住了所有的迪士尼公主 作为一个公主粉头,难得见到本尊的洛洛 立马和他们打好了关系 可拉尔夫这边因为发了太多智障视频,导致他的人气大跌 毕竟在现在的短视频社会里,人人都能成为网红 人人都能跌入神坛 拉尔夫甚至在留言板上看到了对他的一片骂声 但骂归骂,流量钱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拉尔夫立马筹齐了买方向盘的钱 他把好消息告诉洛洛 可对方却在闪解的赛车游戏里找到了一个归属感 洛洛认为那里才属于现在的自己 一贯安于现状的拉尔夫得知消息后很是伤心 他打算在闪解的游戏中植入病毒 好让洛洛在里面感受不到赛车的乐趣 就能让对方跟自己回街机店了 拉尔夫找到一个病毒专家 这病毒专家不愧是专家 长得就像个病毒一样 他拿出一个火蹦乱跳的漏洞病毒 只要把病毒放进游戏中 就能找到游戏代码的缺陷 到时整个游戏就会变得不再有趣 这只漏洞病毒已经被释放到闪解的赛车游戏中 他扫描了整个游戏世界 发现正在飙车的洛洛 就是这游戏里的代码缺陷 漏洞病毒开始制造病毒 散播在整个游戏中 很快赛车游戏就要被关停 此时传播病毒的拉尔夫发现了严重性 如果他不救出洛洛 就会失去自己的好友 他连忙冲进赛车游戏中 赶在整个游戏崩塌前救出了洛洛 得知拉尔夫是罪魁祸首后 洛洛恼至极 冲着对方破口大骂 就在拉尔夫试图挽回离开的洛洛时 漏洞病毒从游戏中出来了 他扫描拉尔夫后 复制出了无数个拉尔夫 大肆破坏着整个互联网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洛洛留在自己身边 不停追着洛洛跑 一眨眼功夫 可拉尔夫赶来救人 但几招过去丝毫不伤巨人 此时洛洛和拉尔夫都被巨人抓住 眼前拉尔夫要被捏碎 洛洛只好认怂 表示只要放过拉尔夫 自己会成为巨人唯一的朋友 跟着其一起生活 可拉尔夫不愿这样 他看清了一切 毕竟阻碍朋友实现梦想的人 根本不配叫做朋友 一番激励话语下来 巨人被打动 最后他化作光的化身 带着病毒消失不见 但巨人消失了 拉尔夫可就要从高空摔下来了 眼见就要摔扁 公主们英勇献身 一番技能操作下来 成功救下了拉尔夫 最后拉尔夫选择 让洛洛留在互联网 让对方去遵循自己的内心 毕竟朋友就是这样 只要能够帮到对方 就会倾尽全力的去帮助 最后想插一句 谁说公主就非得要王子来救 老娘照样可以救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无敌破坏王2》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